特别不想 特别不想 可能超过超过 极以为政治上对见证 此意中国公地美术 一切都自然 对比较人生使用 并遇有的乐理教权 意味着理账 对他就说这种文化 最后又到了人身上的 这种图事上 这个很明显 中国的这种 比如说官普 不同的针铁 也有不同的绣像 所以这都是非常natural的东西 然后我们之前就提到的 所以我可以说 那时候就是说 一个官员只能穿 这样的绣这个衣服 如果你的品级 是这个品级的话 你只能穿这种等级的衣服 对 算是铝的一部分 对 这当然是铝的一部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铝的一部分 对不起 对 我刚才本来有一个 刚才讲到这个传统的宗教观念里面 有一个塞贴显本来像 Science的光表了 是大家如果看过 《古文官司》里面有篇文章 就是六基的文章 六国文的文章 叫做《司马祭祀论》 因为我为什么记得这篇文章呢 因为我今年读了 读到这篇文章 所以记得很清醒 里面有那篇文章写得很好 大家有共读一下很多的 里面有一句话说是 《天道合情》 《唯德之情》 《鬼神合理因缘而日》 所以他到明代的时候的人 这个时候对于鬼神 对于宗教的观念 其实还是跟德和人道相连在一起的 所以跟前后一开始说的 这个川普宗教观念还是完全的 一直到明代那么晚的时候 柳国文都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我们讲到了宗教观念 讲到了宗教的实践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一个 在中国社会里的宗教的成分 或者其宗教的效果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首先是,第一个很明显的是家族,家族观念是有宗教安慰的意义在中国,这个是很特殊的,至少我不觉得在西方社会家族会起到宗教性的作用,比如他前面对家族的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视,他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驻击的,先有了家族的观念,然后才有了人道的观念。 而中国不看重这种民族界限与国家的僵立,比如说我们在第七讲过,中国说这个华,就是华夏可以买一地,最绝的区别不是说你住在哪里,不是说你这个学童是什么,而是说你的文化成分,你的生活方式,而人道观念的核心呢,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我觉得这个西方人可能不好理解,但是在座基本上都是华人啊,我觉得,所以应该这个其实非常natural,非常natural。 而且他认为这个中国的家族观念,父子关系比夫妻关系要重要,因为父子可以延续,可以自自顺顺无穷亏。 他说家族的传习,父母的这种绵延,是短生命中无常生命。家族的传习,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 大家可以反对他这种观点,但是我觉得挺合理的,就是从我读过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觉得不合适的地方。 就是说一个人是为了家族活的,不是说为自己活的。 这个很正常嘛,我觉得在传统观念里,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问题。 我想,我想提一个别的问题。就是你刚提到说,这个共产党在把对文化的论统,就是能置于对民族和修復的问题之上。 其实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民族国家或者民族这种概念,其实是很晚近的东西。 因为这个中国就根本没有一个民族的关系。他们就是存在中国人的自我任务的话,更多诉求于这种民族的话,就也不奇怪了,因为中国就没有所谓的民族的说法。 对,但是在西方其实在很早就有民族。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摩西为什么要平民带友台人离开埃及,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 因为上帝取给了他们一个由着米和奶的这种美好的土地。所以我觉得没有这种强烈的民族观念可能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的现象。 主持人的民族观念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观念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观念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观念。 中国时期很重要的两个观点,判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治势力是不是蛮容易逼,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说你是不是遵从这个法下的文化?是不是有理议? 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是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国际联盟的联盟里面,还是说你是作为我们国际联盟的外部亲自的势力? 楚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曾经是外部的联盟之外的亲自的势力,一直到很后很后才加入霸业。 楚庄王是首的,是楚国第一个霸子,所以它是横到横,横后面的战盟。 所谓霸业,我们的理解它就是一种国际同盟,就是春秋时代的国际同盟。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种我说楚国是蛮夷是政治的关系,不是学中的代表。 我们刚才提到的家族是在中国社会中起到很重要的宗教安慰的一种成分。 另外一种就是儒家的思想。 说儒家思想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 为什么呢?它具有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和平等。 佛教也有慈悲和平等,我们在座有这个去研究佛教的。 我们今天还要讲到很多佛教希望到时候有什么错误可以自证。 同时,真正的儒家也有宗教家旧事旧人的志愿和能力。 这个不对能力大部分,但是资源肯定是有的。 但是儒家思想呢,跟宗教也有区别。 首先呢,宗教,比如说我们大家脑海提到宗教,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 对吧?它依赖的是,宗教寄托于一个外在的尸体。 上帝,安娜,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儒家呢,信仰自信,信仰自己是望内求而不是望外求。 再一个呢,宗教寄希望于来世和天父。 比如说这个基督教特别明显。 基督教自己认为自己是宗教的最高尚的、最高明的一种形式。 因为他们这个说意识教和多数教相比意识教更高明。 他说,宗教希望寄托于来世和天国。 但是儒家呢,寄希望于现实。 对吧? 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 apparent的东西。 我们可以不要再总结一下。 但是他这个判断有点意思。 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到先进,就已经超越了宗教的需要。 这个论者就非常的strong。 他说,人生的理想已经可以不依赖宗教信仰在完成。 秦汉时代遵守着儒家思想的指示。 大家只照眼去现实人生之可有影响。 这一种影响的实现,以足以安慰人心的要求。 因此,不再有祈求未来世界比于天上皇国之一样。 我不是很确定,就是秦汉对于先行人的秦汉时代人的这种心理的状态的判断啊, 是不是有祖国的身具来支持? 可能有。 俄国是佛教观念,对吧? 是佛教观念,中国传统没有了。 你看,你如果东汉还有一个人,范真那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神灭论。 中国传统对于灵魂的看法是神灭的,这是中国传统的观点,就认识了就没有了。 所以认识之后,有灵是外来的观点。 是外来的观点。 OK,我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先把你讲完了,然后告诉你outline,所以我一开始跳错了。 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先行人死之后神灭的观点。 那这个跟殷真上的,他们这个祖先祭祀,那这个祖先祭祀,他们是在哪里? 他们在哪里?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因为在文献里面都说,就是他在上帝之侧,就是相当于一个在旁边站的那种思维的那种感觉。 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影间而然认识很灭的话,为什么还会就还有组成的问题? 总之孔子说,我们先管先事的,先不问就是。 你这个是个很好的观点。 他可能不是同意的,那么严格同意的, 这种学说大家都有,我觉得严格同意有中国国家的思想。 对,因为人有几万万的人,所以大家的思想可能各有不同。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 但是儒家的基督,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代表他相信祖先会有after life的,就是这个死后的生活。 他更多的是一种一世的性质。 他更多是一种,比如说孔子说,像你说的,未知生,焉知死。 对吧? 说这个。 不是那么确定的。 他就像焉知死。 没有死。 他不多年说死了最后怎么样。 对。 其实我觉得现行的时候,孔子家的文化还没有那么多。 我们有一些进行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和孔子家不太一样, 他们是相信这些线索是可以保佑他们的继续的图线。 我们想把这个文化的方法这一套东西给政治化的东西。 他本来是一个文化的方式。 我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化的东西,就是说, 这些基督啊。 我觉得我可以介绍的一个说法是, 中国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并不是说只有一种想事想, 一种思潮,一种说一种官方的定论。 所以可以有各种并行不备的这种论念出现。 而且还有一种可行的解释是说, 不是所有人死后都会消失。 对吧? 某一些。 没有那么自强。 对, 我觉得不必要追求一个整个社会所有事项的自派。 对吧? 对。 所以我想想想想说, 当时是周朝的时候, 当时是并不是所有的军王死后都是仅这个主要的。 但是少部分军王是有这个资格仅主要的。 对。 就是看见公敬, 所以有这个人是说并不是说死后, 所有人都是有好所价格的。 对。 再比如说汉代, 因为我们会讲到汉代, 东汉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妙号的。 对。 对。 有妙号是说你有功德才能有, 有成计才能有妙号。 甚至到了汉县帝的时候, 把安帝还是哪个帝, 是顺帝我不记得, 或者是和帝, 反正把某一个皇帝的妙号还给取消了。 这本来是有妙号的, 我再给它取消, 撤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公计, 所以不值得给它加妙号。 所以可见这个, 像你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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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 实际上就是三个小的aspect。 第一个呢, 是宗教观念。 第二个呢, 是宗教实践。 第三个呢, 是在中国社会里, 这个, 祈祷宗教作用的, 两些东西。 一个是家族的观点, 再一个是儒家的思想。 然后我们下面讲的是一个大题目, 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时间讲完。 就是佛教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 而且按照中国人当时的观点, 这应该是满意。 满意传来的东西, 为什么能够在天朝上, 我能够, 最后能够, 神更发扬。 我们主要有观点, 就不管了。 我们主要有观点。 我们主要有观点。 我们同样还是先以前物的这个位影子。 它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观点, 它说儒家思想在东汉默年多落了。 社会上的宗教需求产生。 它说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中心, 领导中心的作用逐次堕落, 是因为东汉默世浮化, 这个我们待会会谈到, 和氏族门地的兴起。 它说现实人生可有的理想境界逐渐消失, 人心没有嫉妒, 没有安慰, 自然要转移到未来世界, 与空中间过去。 这是中国人民在当时感觉到宗教需要的一个重大理由。 印度佛教适时于此时传入中国。 佛教思想中指慈悲观与平等观, 这是与中国传统观点最相融洽。 东汉王室崩溃以前, 佛教在中国只在社会顶层暗暗伸展。 一到三国时代, 两汉四百年的传统王室彻底崩溃, 社会大乱人形无处, 传统文化尊严扫地, 中国人民正式开始归宜佛教。 西元二百五十九年, 尹川朱世新出家, 为中国有正式胜任之士。 朱世新这个人, 我再加个题外话。 这个据说啊, 据说它是猪八戒的远行。 但是它是个很严肃的形象, 在佛教史上, 它是个很严肃的形象。 它这个曾经专门西行丘法, 它是西行丘法, 跑到, 当时是跑到洛阳那里, 然后去把佛教的经典收落这个外文经典, 梵文经典, 然后在收落之后, 再把他们运送到东边来, 然后最后死在了, 再外二十年吧, 大概是死在了洛阳。 尹川应该是在江东, 是在河南吗? 河南。 哦,在河南。 然后它是死在了洛阳。 诶,不对。 这叫河洛阳在河南, 到西江湖。 尹川到底是哪里的? 我哪个人认识。 好吧, 我这个基地不好, 不知道。 反正最后它是死在了洛阳, 但是它把金树送回来, 就十字节把金树送回来, 所以佛教市场对它评价还挺高的。 大家如果去杭州, 那个林影寺, 据说那个飞来湖上, 有一个刻的那个象, 据说刻的就是朱字形。 朱字形在旁边还有一个跳弹子, 跳弹子是它的水虫, 但是这个邱金呢是朱字形, 因为它是真正西形邱法。 他这个年是哪, 是什么时候? 是两汉之后还是禁年? 二五五九年应该是汉末了吧? 三国。 三国。 对。 我之前现在提到说, 如果在有国家有机会观很整体。 你觉得我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没有机会观, 特别是没有平等。 我不知道就是, 请问如果也会有过多人的内容。 为什么你如家没有平等呢? 嗯,我覺得至少是,你說愛有等差,所以沒有平衡。 這個沒有,愛有等差其實是具有倫理性的意義。 它是說你要愛父母,多於愛路人,這是倫理的意義。 這個比沒有說不平等。 所以,你要說儒家的平等的觀念,孟子就有。 孟子有君為重,設計實質。 君為重,明為重。 孟子其實也有,比如說你這個馬舊師火孟子,問人不問嗎? 這個問人肯定就是那種只見意養馬的那些人。 所以,我覺得說評論觀,我並不覺得有特殊的問題。 而且它這裡指的評論觀,我更多的理解是,認為沒有這個貴族和平民的區別。 因為你如果讀過這本書,我帶了你嗎?我今天可能帶了。 第二個畫面。 對,對,這本。 你可以看一看,它裡面會提到,這個秦帝國的建立,實際上是一種平等觀的勝利。 它不是這樣的原話,大致是這個意思。 因為在此前都是例行封建,封建其實是一種貴族統治。 Right? 但到了秦帝國,實際上有一句名言叫, 經歷下有四海,而子弟為貴族。 就是說你現在是一國之君,但是你的親族都只是貴族。 因為,秦帝國實行的是君前程,他們有信封建程。 這也是平等的一種表現。 至於慈悲觀,我覺得人者愛人,這個我覺得就很慈悲了。 極力而立人,極力達而達人,極所無欲,無私於人,這個就很慈悲了。 慈悲,這兩個字,佛教的局勢們有很多理解,但是我提到簡單的慈悲,就是與眾生樂,伐眾生苦。 那麼,儒教明顯有這種慈善,儒教很明顯有這種慈善。 極於立而立人,極於達而達人,極所無欲,無私於人,這就是八苦於樂。 就是這個儒家,稱作儒教的這個詞彙,從什麼時候開始? 比如說從宗教的話,第一次稱作宗教,你能回到什麼時候? 最早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在民國的時候已經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三教是一家,紅花白一個叫什麼青蓮,三教原來是一家。 所以可能更少,但是今年來更多提這個的是所謂的新儒家。 比如說這個,說起來以前沐漢有一點,這個華格,就是當時海外新儒家,台灣的主要的領袖就是某中山。 某中山是原來這個熊師弟的弟子。 然後當時他就是要求前幕去跟他共同署名一個宣言,叫做《舊中國文化到世界人世術》,好像是整個那麼一個宣言。 裡面就是強調了這個儒教,儒家是一個宗教,然後等等等等,具有很先進的意義。 將來必然可以拯救全世界之類的意思。我年輕的時候還讀過吧。 然後讓前幕去數不連數,前幕不願意。 所以後來他打了好多迷惑官司,然後就有人說,前幕就是新儒家。 然後前幕說我不是新儒家。 然後他的遺雙就是胡美琦也寫過一篇文章,再論前幕是不是新儒家。 然後暈時也有文章說前幕不是新儒家等等。 挺有意思的。 好,對。 然後這個前幕是新儒家裡面講的很簡單。 但是我想給大家提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東漢是怎麼摔掰的? 大家作為中國背景出來的華人,中國人,其實對這個問題讀的稍稍都有兩遍。 東漢是怎麼摔掰的?大家一想問,是什麼就變成一個亂世的? 幻冠。 不敢講話。 幻冠。 主要是制度。 制度。 制度。 比如說,菊小蓮,而不是科舉之。 不是,那個時候你也有科舉之。 對,就是既有利益集團,又來又互換。 既有利益集團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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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щё也算。 長年。 時俗呃。 榮世四甚至尚攻。 時俗或是《 liegen餘》。 世俗人都是幫圡穢、侍 ich find you. 我把你的兒子一舉我的兒子,我舉你的兒子去世、我ney者olor校 malad西。 既拳外 disse使主。 然後土敵堅膜也很好。 既ONAと拳no 讀�� farで� 나�呢? 許下兩、土敵堅逼。 王帝卵明。 行李大臣 大家有沒有說話嗎? 教练,土地建兵,皇帝软兵。 刚才我们说吧,就是把阿拉丁大为演讲,就是说, 因为就是,气候玛丁的灭亡,都有一个移次的灭亡, 就是说,天使灭亡。 其实,导致这个气候有灭亡。 导致这个灭亡,导致这个灭亡。 但其实它在国师大干,那对这段事还特别差。 我说这本书,这本书,特地我们今天要说的。 OK,大家其实说的很多点都非常的多,而且也很全面。 我们看前面在这本书里面怎么说的。 它首先,重要,重中之重提的是,王室与世人的浮华。 就是,它说,东汉王室积成记者四百年的长治久安, 安抚尊荣,吉而吐华。 你看,这词用的都很好,我觉得。 东汉世人为当时的社会领导中心,也与西汉的世人有所谓。 西汉的世人大部分出生在自由农村,带有一种稳健壮旺的精神。 他这说话说的,就是全部写文章啊,跟很多同时代的学者比,就是非常的好读。 而且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因为他给于一时写过一篇信,就是跟他说你的文章一定要好好的, 就一笔考据词章都要重要,词章也很重要,言之无为,情而不远。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写文章。 东汉世人则渐渐出生于贵族门帝,于自由农村合决。 没有西汉世人的朴实健全。 因此西汉学术,随时初书扩大,缘起伶礼。 一到东汉,就变成了书生式的繁琐章具,迅福其身。 说的这个很漂亮的话。 那么我有个问题。 他为什么这么强调就是说王室福化和世人的伟名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贵族本人的自学术术术,他的习惯啊,风格啊, 他似乎更不同政治制度和学术世界。 他对于这个社会经济基础这一方面,似乎不是那么的在意, 或者不是那么用理。 这一点跟女士免同一样。 女士免是,大家之前如果看过前两讲究, 我们刚刚提到女士免曾经是前幕的忠哲老师, 也是严根旺所说的《识学是大家之一》。 女士免的风格就非常的注重社会主义。 女士免非常注重社会主义。 而且女士免很幸福这个唯物主义, 皇帝主义。 所以他最后留在了大陆。 而且女士免的那个, 前幕这个《博士大纲》写完之后, 大家知道《博士大纲》的前幕很得意的著作。 他拿到上海,拿到女士免去求意见。 女士免看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说什么什么, 这个经济的变化是前人之所为的。 前幕在《诗有宅一》那本书里面记下来这句话很得意, 觉得老师夸奖我了。 但是我听了就觉得, 感觉啊, 这个女士免是不是对她其他的部分不是那么满意, 就是提了很不重要的一点。 因为女士免本人的自学取向也是, 她对于这种维吾主义的经济基础比较重视。 而且木的幕主就是跟着讲思想啊, 讲文化啊, 特别是到晚年游启路师傅。 甚至她的弟子余英石也是这个路, 他讲思想,讲文化。 但是余英石曾经在一个方谈里面说过, 她为什么要强调思想和文化这些东西是因为, 是为了破除大陆的迷信。 她认为大陆的这个维吾史观是非常有图的。 她说就是因为大陆在那个年代专门讲这个维吾史观, 所以她就专门不讲这个, 就跟她对着干。 大家去看云士的放弹这个, 她提到多了。 再一个呢, 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博士大纲其实他主要也是提到, 王氏和世人。 但是呢, 她这个内涵, 她这个词还是这个词, 她的外言, 她把它裹了一下。 她讲王氏, 不仅是神志王氏, 还包括外企和孟外。 她讲世人, 她包括党部和门地。 所以她不是就是世人, 其实她有很多的外言。 再一个呢, 还有时代的背景。 因为这篇文章, 就是她专门讲这个, 这段二段文章, 就是原文, 就不是说这本书了, 原文是1943年底发表的。 然后呢, 次年, 十二月就是最后了, 次年, 次年, 就是这个, 这个套红, 空墙系的, 美金工战略。 虽然, 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是,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肯定, 国民党的贪腐, 已经是路人皆知的状态。 这个时代背景, 必然是路人皆知, 国民党的贪腐。 所以在这个时代下, 时代背景下, 强调, 王四福化和时代文明,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时代因。 当然这个就是, 有点过于穿造的, 就前不当初, 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复毁了。 再一个呢, 他认为, 除了这个东韩政府内部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规划了胡人。 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外交政策, 叫做怀柔月, 就是说你这个远方的少数民族满意, 我把你招安过来, 招是边外的规划人, 让他们迁徙到边疆以内, 即以田地, 叫做架式, 逐渐再是以中国串通的教化。 直到东韩末年, 这种边内杂志的一定是预见的多了。 比如说, 他列举了匈奴人在山西省以南, 太原以南, 先非人在东北京的廖河, 两岸, 底和枪, 居住在西北的干涉武神经。 这个枪, 枪人其实对后来, 这个东韩的灭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全部系的中国的公私生活, 以及相当的教育程度, 他们在当时已经无异于中国人之一部分了。 因为, 如果你探断中华语的标准是这个文化, 他无异于中国人之一部分。 内谦的无人作乱, 是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斗争, 不定说是一种社会纷扰。 其实再有呢, 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 就是无人和东汉皇室本身的这种孵化的情况下, 还有几个导火手, 首先是汉末的大饥荒, 诶, 刚才谁说了那个小明河事情。 汉末的大饥荒, 再有就是各地的施主, 凭借富有的特殊势力, 群起割据。 还有塞外内嵌的户人, 就是刚才说的内嵌的户人, 睡意趁机心乱。 这是前幕大致, 在文化世道论这本处理, 关于东台冥王的主要的描述。 但是这个, 我觉得他讲的不够。 所以呢, 哇,这个,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找了一些别的参考书来看看别的人, 是怎么讲的。 但是也可以理解, 因为前幕这本书是文化史, 是文化史, 但是东汉的灭亡, 其实主要是政治史的内容, 是政治史的。 所以文化史里面, 对政治史说法, 越来越是非常, 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重复, 东汉末年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年代, 天人交密。 第一个是天灾平人。 比如说这个日本人写的这个, 《江潘社,中国的历史》里面, 就有一个简单的故事。 他说, 东汉200年, 这个是西哈错了。 西哈错了。 答错了吧。 200年的自然灾害,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频繁。 西哈214年中, 灾害年仍有15%, 但是东汉的195年中, 却有61%。 这就是蒋谈社, 这个中国的历史是, 几年前在中国很火, 现在可能, 大家也就不这么灾害, 但当时还是很火。 再一个呢, 是经济崩溃。 为什么经济崩溃呢? 第一个原因, 是往往的新政破坏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这个史书, 我不记得我从哪里看到的, 他说在往往新政结束以后啊, 户口就是, 因为中国农业社会户口就是非常的重要。 户口就是人头减半。 就是跟他之前, 跟他这个新潮之前, 西汉的默念来说户口减半。 这就是很大的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但是你这样子, 他也就拖延了你掉了马尔萨斯县级的时间吧。 我听过的一种说法是, 各个各种各在不同的场景都会有产力, 所以, 到底是这样的事情, 不办? 其实有点不坏。 好吧, 那这个数据可以分一, 但是, 户口我们一下这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 枪刃作乱, 对于草政, 对于政府的经济,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然后, 吕斯敏的这个秦汉神里面, 就有简单的冲击。 他说, 有三次冰箱, 他没有第三次的数据, 他只有千两次的。 他第一次冰箱, 是费了240亿钱。 第二次冰箱, 费了80亿钱。 还有第三次。 所以, 这个战争对国力的状况, 也是非常严重。 再一个原理呢, 就是刚才说的外气。 外气, 在西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治现象。 而他首先, 一个启明呢, 就是我们刚才好像也有人说的, 是比较说的, 右, 就是, 你说的一样吗? 皇帝活得不多长。 对, 皇帝活得不多长。 就是右帝, 所以说是右帝。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我还是印同样的一本书, 他说, 东汉十四帝, 十岁以下体位者有四个人, 十到十五岁的四个人。 就挖着了, 再加在一起就挖着了。 故太后领朝, 不爱妻之争。 这很好理解。 再一个呢, 就是豪无主。 外妻, 第一个是因为皇帝免用, 所以太后之争, 所以太后的这个亲主, 就有很大的话语权。 再一个就是豪主。 也是蒋坦舍的中国诗, 但是这是另一本, 就不是秦汉车, 是侯汉三国车。 也是日本人, 只是个日本人。 他说, 前汉高祖出生奴隶。 这不是原话, 我但是, 前汉皇后出生地位的, 也不在上述。 而柳秀, 就是光武帝, 出生南亚地主豪主。 四历南亚为主界, 过几个地豪主。 所以后汉的皇后, 大多出生豪主。 后汉外妻不自。 这跟皇后的家庭出生, 也有一定的关系。 幼帝加豪主。 这是我觉得, 大家觉得这个外妻, 还有别的原因, 可以补充吗? 就是为什么外妻, 作为一种这么独特的政策现象。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就是, 吕后开始就有这个。 对, 这个也有, 这个吕世勉, 吕世勉, 我忘了他哪一本书了。 他吕世勉有一本书里面就说, 说, 汉代外戚造端于吕后。 是他哪一本书我忘了, 他说过。 说吕后对这个政治自主惯例的形成, 也有很大的作用。 前面提到就是说, 他皇帝需要, 皇室需要外戚, 因为他面对着的是世人的, 就是这个宰相的这个体现, 他需要有个外戚在。 胆子。 第二个很重要, 我们要把这个讲完吗? 稍微, 稍微, 因为我们开始的也晚了一点。 再一个很重要的, 与政治原因, 就是换断。 比如说, 这个宫崎世勉, 宫崎世勉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这个是京都学派的第二代的掌门人, 就是京都学派第一排掌门人, 是内藤湖南, 第二代的掌门人就是宫崎世勉。 但他的本《中国史》, 我稍微看了一下, 觉得不是很好。 但是, 他里面提到了, 他说, 河地, 就是后汉的第四地, 以来八地, 税数达三十岁者, 近两人, 在位者超过二十年的一个月, 未满十个岁者去世的有三人, 接待一岁左右。 此时必然发生的, 不是外戚, 就是宦官, 皇帝两者宦官, 与外戚拙权, 又扩大了宦官的势力。 这也是刚才那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 老尤家的基因不好。 对吧? 就是这本事, 基因不好。 所以这个皇帝都断命。 这本事, 我也是跟当时, 乃当年赳城西,应该很晚 吳东炳,算是最早的,吾东炳是张刀林、张刀林那一期,那都很晚 然后再后面是太平道,就是黄金嘛,那都很晚 所以最早的应该是方式 然后再一个呢,也是这个刚才说的蒋产生区应该怎么说 他说宦官的制度化 宦官到了硬夷,公元58年到75年,规定了庭院 本来只是一个事务性的官员 结果变成了制度化 换官的作用 显距发挥于右邻几位 皇太后葬事权的 异常政治状态之下 在与外戚势力的竞争中 几乎是与外戚相互出境而强大起来 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前面也这么说 我们后面回应前面的话 平时是官僚待皇帝执行统治 但皇太后在右年皇帝背后 避开一般官僚下造的事实 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皇冠 就掌握了华言权 这都很合理 还有刚才杰迪克提到的 举效率 查举制在东汉的末年也腐败 为什么腐败呢 我们这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外戚宦官这两种政治势力 都有意地破坏 这种玄幻的制度 但是其实从灵地开始 就公开的买官与绝了 对 灵地卖官与绝 灵地也是实际上 也是少有的罕见的皇帝 你说关卖的你可以按揭皇帝 所以 与之免说 这个汉子过时大坏如幻灵 产生生物同期 所以幻灵和灵地 还有就是这个制度被破坏 还有就是这个制度被破坏 为皇帝被宦官被外戚中有真实实力所破坏 再一个呢 当这种查举是主要靠这种reputation 士林的轻易来确定一个人能不能做官的时候 他也本身会有弊端 你有reputation并不代表你就适合做官 对吧 所以这个后患书方 里面有一段文章 他说有些这种 这种这种所谓民事 叛使之所谓民事者 其风流可自已 这个朝廷带落神明 自尽不他一 就是说名声随高 但其实难 英明最高 回最盛 处事纯道循 无意以用 无其所为人 就是说纯靠reputation 靠树林轻易也是不对的 也有其弊端 所以偷操地无意才是局 再比如说 这是对制度的政治势力 对制度的破坏 再就是靠树林轻易进行查局 本身也有弊端 再就是士族门阀的心情 这个我刚才甚至都提到 比如说中汉末年的人 他有一句很有病的话说 天下是有删除 论事而论族性 法阅 医术也 说明那个时候在东汉末年 苏南总大概是在 汉谢提世的那一年世的 大概是在那左右 所以他大概就是在卫宫 就是卫和卫之前 汉末东汉末年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靠门第了 到了近代的时候 就是上品武汉门 下品武士 就是基本上是管理 其实中汉末这个创严很有趣 我去因为查广这句话的出处 我专门去看一下 他里面把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东汉的弊品 基本上都说到 什么 外戚啊 宦官啊 皇帝啊 这个查局制度啊 他都提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汉末是个奇异人啊 正在中汉末年 把这个社会弊端看得非常的明淡 在豹部史里面 有一句话 他说 就是表达这个查局制度的 被破坏之后的状态 他说 举袖才不知书 查孝连复别举 寒树清白 夺如泥 高地良家 却如情 结果这种选官之鲁 已经是名乎不舍 已经成为一个 卧子大兵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 党户 请我把这一页说完吧 好吧 这一页说完 党户 首先大家 党户应该都听错过这个诗 但是是什么意思诗 什么是党 什么是乌呢 所谓党就是解党 这个词语里面有说君子 群而不党 对 然后这个 打 就解党 而且党这个词 在中国第一代的政治当中 是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 就是非常negative的一个词 你说到党 说你解党 这个就是你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只是到近代我们把party这个词翻译成党 你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那顾是什么意思呢 顾就是进步的健身 所谓的进步就是说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不能做官 就是按照今天的话说叫废复政治权利中的 所以党部是把党人 废复他们的政治权利 包括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 实有 实有 这个 其实这里就是 婚党这个字 还有一篇名文叫做彭党论 是欧阳修写的 欧阳修为什么要写彭党论 是因为宋仁宗的时候 这个有人 这个 这个 这个告这个 范冬烟 说范冬烟解党 然后圣仁宗就问范冬烟 他说你接党吗 范冬烟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哪来被 被门加 还是什么的 他说 自古君子小人 未尝不各为一党 然后这个 欧阳修在旁边听到的就非常的害怕 回家之后就写了这个彭党论 他说这个 他说小人无同 为君子则有之 就彭党论 小人没有什么党的 只有君子才有党 但是这个文章滴上去之后也没有用 反正我还是被点 这个字是非常遭忌尾的 然后再呢 对于党务 这个事件的政治含义呢 实际上是清流 就是世主 世人无数人 跟宦官集团的政治中心 我们大会会 在休息之后 休息结束之后 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党务的故事 而且大家肯定都了解这么一句 忘门头子 诗章箭 人是虚 在读根 这是 韩四孔的《语忠决定》里面的一句话 所谓章箭 就是党故事件中的一个名词 而杜根呢 杜根呢 又是汉代人 杜根是 跟外戚势力做斗争的 被打得几乎快要死掉后来逃走的 对 他装死了 就是斗太后要打死他 结果他装死了 逃过一切 所以这个忘门头子诗章箭 人词虚语 带着一个 一个是宦冠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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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挺全面的 OK 我们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先pause一下 休息一下大家